今天是耶旦夜法国内政部今天发表声明指出 有鉴于极端分子攻击的可能性依然居高不下 法国政府正在部署将近十万名的警察和士兵 以防范可能的攻击 报道指出 这些增派的安全力量将聚焦耶旦市集 购物中心、宗教建筑物跟公共运输 还有观光景点 这次增派的安全部队的人数是九万七千人 以防范今天和明天 也就是二十四号跟二十五号的安全防范措施 除了防范耶旦的安全之外 增派的警力也奉令在这个月稍早的犹太人光明节 以及一月份的东正教耶旦节期间 维护各宗教地点的安全 让这些庆典可以在良好的条件下进行 在2015年到2016年 法国遭到了多起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攻击 造成了超过两百人死亡之后 法国总统马克宏在十月底签署了 具有争议性的新反恐法案 授权政府特别的权利 以应对恐怖攻击行动 这个团队事件就会被控制入了